按照这个现在整个加州的这个申请的情况 我刚刚有在广告期间跟Wendy请教我 你说50%的人 在加州健保申请的人 有50%他们其实都是10块以下的保费是不是 对50%从我们这里买到保险的现在 他们只在付每个月10块钱以下的保费 因为有很多那个援助计划 还有那个加州政府的补助 那从我们这里参保的人 四个人里面一共有三个 他们所有的保费都是在100块钱以下 所以现在很多补助 已经为我们加州民众 可以他们使他们更容易买到保险 然后所有的保险计划都比以往更便宜 所以我们说现在又做了很多宣传 然后大家也可以听到很多广告 就是因为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以前是从私人那里买到保险 或者以前没有资格拿到补助的话 现在是最好的时间 可以查看一下你是不是可以拿到补助 嗯 嗯